这是一只堪称传奇的狮王 面对入侵领地的四只雄狮 他单将匹马上前迎战 最终以一敌似大获全胜 面对十几只猎狗 他也丝毫没有退缩 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王者 他拥有着强壮的身躯和威武的身色棕毛 并且统治着一个广阔的领地和庞大的狮群 他就是狮王莫伦 在塞伦盖地大草原的恩戈罗火山口 有着截然不同的地貌 这里生活着六个狮群 加起来总共八十只狮子 其中莫伦统治的雷克狮群 占领了最为广阔的领地 也是所有狮群里最强大的一个 姆斯玛奇亚是狮群里最有狩猎经验的女王 但如今的她已经年迈 不过她的女儿莫查继承了她的一波 狮群的成员数量多达二十多只 这对优秀的母女联手捕猎 就如同手刀勤来一样 也正是因为有她们的存在 才让这个庞大的狮群得以存活下来 但火山口的面积很小 使得狮群的领地竞争非常激烈 有太多的流浪雄狮 对雷克狮群的领地虎视眈眈 好在莫伦凭借强大的实力 在统治的三年时间里 击退了一个又一个的来犯之敌 而除了她们的同类外 猎狗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威胁 这里的猎狗数量多达三百八十只 是狮子的五倍 如果落单的狮子 碰见她们几乎没有活命的机会 但莫伦不一样 她面对猎狗总能重拳出击 猎狗在她面前根本不敢造此刻 然而虽然莫伦很强大 但她并不适合捕猎 因为她的鬃毛太容易暴露自己 因此狮群狮狮的任务只能交给母狮 然而就在几天后 莫查突然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而她的失踪 也会让狮群的捕猎成功率大大折扣 等到了中午 水牛群来到河边饮水 却不知母狮们早就埋伏在了附近 一头成年水牛的体重可达七百公斤 并且还长有尖锐的牛角 为了避免被他们伤到 狮群只能挑选其中的老弱病残下手 随后 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最后面的 一头受伤的水牛身上 一只年轻的狮子 率先上前吸引 水牛的注意力 水牛对她发起了反击 随后其他狮子也赶来 水牛明白自己不是狮群的对手 于是逃进了河里 狮群选择在河边守猪带兔 见到此景 水牛慌忙过河去了河对岸 狮群这才不得不放弃 转身寻找其他猎物 不一会儿 马奇亚发现了一只油猪 他悄悄地靠近猎物 随后与另一只母狮一起发动了攻击 然而油猪及时发现了危险并逃走了 马奇亚的捕猎失败了 也因此暴露了自己 其他动物也全都逃离了这里 如今的狮群已经三天没有吃饭 他们非常饿 于是一只年轻的母狮采取了新的方式捕猎 他将一只羚羊驱赶到了沼泽里 趁猎物陷入沼泽之时拿下了它 但食物的气味很快就将整个狮群吸引来了 饥饿的他们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光了这只羚羊 然而对于这个庞大的狮群来说 这点食物根本不够填饱肚子 几天后墨茶终于被找到了 但此时的他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 原来在几天前他遭到了猎狗群的围攻 因远离食群没有得到及时照顾 使得他的伤势越来越严重 此时在不远处一头水牛正在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由于他被困在了沼泽里导致猎狗群趁虚而入 他们活生生的吃掉了水牛 而墨茶有可能也会面临和这头水牛一样的命运 他的病情正在逐渐加重 一大群突就在他的头顶盘旋 更加不幸的是 这吸引了狮子的死敌猎狗的注意 等到夜幕降临时 猎狗群将墨茶团团包围 墨茶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 因此在这个晚上 他被猎狗夺走了生命 第二天 狮群再次捕猎水牛 但即使全员上阵也依然让水牛逃走了 还有另外两头水牛躲在沼泽里 他们想要等待狮群离开 于是他们就这样僵持不下 如今的马奇亚已经年迈 狮群失去了狩猎的主力 默茶后日子并不好过 但这对狮群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 因为不久之后又有新的入侵者 闯入了雷克狮群的领地 这次的对手非常强大 是一个由四只雄狮组成的联盟 他们趁莫伦外出巡逻领地之际 杀害了狮群中的几只幼崽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打败狮王 然后接管这个狮群 虽然 莫伦已经守护狮群三年了 期间也曾多次击败入侵者 但现在他已经八岁了 已不再是雄狮的巅峰时期 并且 这一次的对手人多势众 如果他被打败的话 就将失去属于自己的一切 这是大自然残酷的生存法则 莫伦很快就感觉到了入侵者 于是他在周围留下气味 来警告潜在的敌人 但入侵者明白自己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 完全没有将莫伦的警告放在眼里 战斗最终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爆发了 流浪雄狮在莫伦的领地捕猎了一只脚马 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 这是在为战斗补充体力 莫伦来到了入侵者的面前 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对他们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他的咆哮充满了威慑力 当场将两只胆小的狮子吓退了 莫伦继续警告剩下的两个敌人 希望能以更小的代价赶跑入侵者 终于又有一只狮子被吓跑了 但另一只却拒绝退让 于是莫伦与这只年轻的狮子展开了大战 由于绝对的实力差距摆在眼前 所以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莫伦赶跑了入侵者 他们消失在了黑夜中 莫伦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也保住了狮群和王位 饿了好几天的狮群 也因此得到了一顿免费的大餐 他们一直吃到了早上 这顿丰盛的大餐使他们度过了难关 但这样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呢 四只流浪雄狮这次没有达成目的 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 莫伦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 到那时的结果可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 他们不仅面临着其他狮群的挑战 还有来自猎狗等其他动物的威胁 而在遥远的猎岩地带 狮群的命运则交织在两只熊狮兄弟的血脉之间 这是一对实力强大但命运悲惨的熊狮兄弟 他们年轻时曾是坏男孩联盟父亲西街熊狮的对手 成年后还驱逐过坏男孩兄弟 他们凭借巨大的体型 让所有的敌人都闻风丧胆 这两只熊狮就是著名的八面和泰森 他们起初来自于一个由四只熊狮组成的猎岩联盟 如今多年过去了 只剩下了泰森和八面两兄弟 即使他们如今年事已高 力量远不如从前 但依然屹立在猎岩的顶端 时刻守护着狮群的安全 他们的狮群共有13个成员 除了两兄弟外还有两只年轻的熊狮 六只母狮和三只幼崽 并且 这三只幼崽全是母狮雪拉所生 由于狮群成员都已经年迈 这三只幼崽很可能是狮群的最后一胎 所以他们十分的珍贵 这片领地上生活着许多的猎狗和花豹 因此 狮群必须为幼崽提供加倍的保护 随着旱季的到来 食草动物开始迁徙 食物和水源的减少 使得草原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天 两只流浪熊狮 游荡到了猎岩狮群的领地 他们就是坏男孩联盟里的老二瑞斯塔 和老三漂亮男孩 此时的他们刚刚被赶出狮群 正在寻找新的领地 等到了晚上 漂亮男孩捡到了一具猎物的尸体 然后独自享用了起来 二哥见到后立刻教训了这个 不懂得分享的弟弟 等到第二天早上 八面感觉到了入侵者 于是开始用咆哮声警告他们 瑞斯塔和漂亮男孩听到了咆哮声 他们明白自己 不是成年熊士的对手 于是选择了离开 但不一会儿 又有一群猎狗来到了附近 雪拉本能地带着三只幼崽 转移了潮雪 等到了晚上 雪拉开始带领母士们捕猎 他们盯上了水牛群 于是对水牛群发出追逐 制造恐慌 然后趁机孤立出一头水牛 一般狮群捕猎水牛 熊士都会来帮忙 但由于白天出现了入侵者 所以八面和太森正在忙着巡视领地 因此母狮们只能靠自己制服猎物 强壮的水牛 对母狮们来说并不容易对付 于是 他们选择使用车轮站的方式来消耗水牛的体力 经过长时间的消耗站 精疲力竭的水牛 终于被母狮们扑倒在了地上 这顿水牛大餐让狮群一直吃到天亮 但就在这时 瑞斯塔和漂亮男孩闻着食物的气味赶来了 由于八面和太森不在狮群 因此他们毫不顾忌地上来贫捉 雪拉并不欢迎这两只不请自来的狮子 于是对他们发出驱赶 但在实力差距面前 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任由他们进食 而就在这时 外出巡视领地的八面和泰森回来了 瑞斯塔和漂亮男孩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变化 在两只狮王的淫威下 他们只能选择逃跑 不过他们并没有走远 依然盘旋在猎炎狮群的领地附近 然而八面和泰森却没有选择驱赶他们 因为泰森的身体快不行了 他感染了牛结合 现在已经口吐白沫 见到瑞斯塔和漂亮男孩被赶走了 雪拉开始回到巢穴中呼唤幼崽 然而三只幼崽只剩下了一只小公狮 另外两只始终没有找到 他们很可能已经遭遇了危险 雪拉轻轻地舔食小狮子柔软的毛发 现在这是她唯一的孩子了 而这只小狮子正是未来的生存大地索罗 等到了晚上 牧师们继续进食水牛 但狮群中永远是熊狮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于是八面赶过来夺走了食物 并攻击了越界的牧师 雪拉的妹妹被打伤 泰森很想阻止八面的行为 却因身体的虚弱而无能为力 几天后一场雨水降临在了草原 这意味着旱季结束了 眼看草原上的猎物越来越多 狮群开始迁徙到猎物聚集的地区 然而雪拉妹妹的伤势却越来越严重 这使她很难再跟上狮群的脚步 虽然雪拉不想放弃自己的妹妹 但为了狮群和幼崽 她别无选择只能忍痛丢下妹妹 等到了晚上 狮群再次捕猎水牛 母狮先驱赶水牛造成恐慌 然后八面趁乱扑倒了一头小水牛 愤怒的水牛妈妈 赶来营救自己的孩子 虽然她赶走了狮子 但小水牛已经断气了 最后也只能成为狮群的食物 这次小公狮索罗也来此一起享用食物 而八面对幼崽却表现得很温柔 允许了她一起吃 但此时泰森的身体状况 却越来越差 她虚弱地躺在了地上 忍不住发出了痛苦的咆哮 这个画面让母狮们很是心痛 但她们也无能为力 在另一边 受伤的雪拉妹妹 已经没有了捕猎的能力 只能选择和猎狗 一起捡尸腐肉吃 猎狗不敢上前攻击母狮 母狮也没有力气赶走猎狗 于是她们就这样和谐地相处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泰森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她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 似乎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 她现在受成了皮包 甚至连走路都成了问题 最终她放弃了挣扎 躺在了地上 静静地等待自己生命的流逝 八面感受到了哥哥的离去 她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 于其中充满了痛苦和不舍 如今的她只能独自巡视领地 每次在这个时候 她都会想起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光 所以她总是一脸垂头丧气 到了第二年 八面也遭到了另一个熊士联盟的驱逐 强大的猎炎狮群也就此陨落 无论是雷克狮群还是猎炎狮群 他们都面临着来自其他动物 入侵者以及自然规律的威胁 在这个残酷的大自然中 狮群的领袖们都为了维护领地和狮群的安全 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然而无论他们多么强大 都不能逃脱生存法则的限制 最终都将面对领地和生命的失去 毕竟残酷的大自然中没有永恒的王朝 这也是自然界的规律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探长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